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8月23日 升旗易 大家好 今天是超級升旗易直播 現在我們說起緬甸 或者柬埔寨賣豬仔事件 其實 最終 那個始作俑者其實是誰呢 是中國 很明顯 因為中國當時 他就開始引入了一個詐騙模式 在那裏請一大班人 每天都打電話 詐騙電話 一開始就扮進警署 又扮順風你一份快遞 然後就扮公安公理 牽涉到一宗洗黑錢 其實全部都是來自 緬甸或柬埔寨的call center 就是詐騙中心 大家想想 其實 全部都是中國人想出來的 他們 在大陸請人 過去做詐騙 騙回大陸人 騙回香港人 騙回台灣人 他們最擅長就是做這些 騙鬼人騙不到 不知道英文 騙鬼人也騙到 高級的人也騙到 也騙了很多 例如 發展項目 他不是騙你 只是借你個招騙 騙銀行 沒錯 例如 之前我們昨天說的那個中亞基金 當時就騙了貝利亞出來 做牽頭人 貝利亞就叫阿聯酋 拿30億美金出來 一人出30億美金 結果 30億美金一人下戶口 就被人按了 就被郭文貴都按了 直接分了錢 把阿聯酋的錢分了 是中共手法 典型是中共騙子的手法 典型是中共騙子的手法 現在 他們就是用這個 詐騙方式 我想問一問大家 這個 中國人 在緬甸做的事 在柬埔寨做的事 目的其實是什麼呢 因為中國人很賺錢 有一窩蜂的中國人去 開賭場 有人去賭錢 今天有網友告訴大家 其實很大程度 尤其是柬埔寨 西港那些 很多是賭客 在那裏賭錢輸了 沒有錢還 借了大耳窿 那怎麼辦 他們就留在那裏做詐騙 我也認為是這樣的 當然他們也有真的夾人去的那種情況 賭場也會這樣 賭場有真的爛賭賭客 賭錢 也有人可能是被騙 因為踏馬仔 把他騙過去 總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就是我講的他們的強盜邏輯 他們不會覺得有欠那班人的 他們覺得那班原本是一班爛賭鬼 是活該的 自己滿口謊話的人都覺得他們 爛賭的人的謊話多到 很多藉口 爛賭和吸毒是沒得救的 會作很多藉口出來 又說自己死了老爸 又說要什麼都滾出的 所以就做騙徒 我們想跟大家說 一直都吃開大陸 那些大陸客條水的 有幾個地方 東南亞全部都是 遼國我們說了 有金三國特區的嘛 就是開賭場 騙大陸客 要做大陸生意嘛 現在大陸一個疫情 所有人不允許出去 包括 不允許去柬埔寨 緬甸 連泰國也沒有大陸客 現在這個很明顯就是 因為這個清零政策 中國大陸的邊境封鎖導致這件事 轉移了目標去台灣又或者香港人 導致這件事 現在是如此大霸鑊 原本他們繼續默默做大陸客 就沒事的 大陸也不會被你報 大陸只是說以防跨境詐騙 就凍結你戶口 就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做 但是現在 情況呢 我覺得 澳門 是下一個 是令人很擔心的地方 澳門現在的賭場 從業員有五萬人 當中有多少人是黑社會呢 我不敢說全部是黑社會 但是 澳門賭場工作的人 一定有很大部分是黑社會的背景 例如太陽城也知道 太陽城也知道是黑社會啦 廣東會 陳明年 全部都是黑社會 所以 有一群黑社會在從事 以前在吃大茶飯 賺開大錢的一群人 突然間你告訴他 你只能夠打分6000元一個月的工作 你覺得那些黑社會會不會呢 你看電影也知道啦 你叫那些小孩出來 老親出來打工 哪裡做得到的 有100個可能是一個 剩下的99個呢 怎麼辦 所以 澳門是不是會有一個情況 跟這個 西港一樣 沒有了大陸客 現在澳門政府有錢 他們還可以補貼 其他人會怎麼做呢 尤其是找開大錢那批 找開大錢那批 他們是不是會想一下有甚麼好做呀 做大陸人呀 因為他們有一個優勢 不過澳門始終會變成 做賭或是做詐騙 但應該無論如何都不會那麼暴力 因為中共最暴力的人就是中共管制 他不會被你弄成這樣 他會把眼睛開閉 當看不到 他就 不用去到那麼暴力 做回好像 一個好像以前香港的租界效應 不過當然 大陸要去澳門抓人就很簡單 快很多的直接可以抓人 柬埔寨也要透過軍政府嘛 所以 人們利用柬埔寨 來做這個 中間隔了一陣 令到大陸沒有那麼容易直接執法 但是當年其實不是這麼說 當年 19年 大陸是直接派了幾百個公安 從廣州坐飛機去 西港抓人 當時一抓人之後 西港一夜之間 十幾萬中國人逃走 原來公安可以在柬埔寨執法 跨境 你想想 第二天有甚麼問題 不過 澳門也有一個優勢 勸返 澳門也有一個優勢 其實跟香港當時 很多大陸的詐騙集團來香港開香港公司一樣 因為大陸人去澳門方便過去柬埔寨嘛 你現在試試在大陸去柬埔寨 不讓你去的了 不會再容許有人去柬埔寨 但是澳門可能可以 變成了 詐騙集團會不會跟澳門的黑幫勾結 利用澳門作為一個新的詐騙中心呢 我覺得不是完全零可能的 因為他具備了地理優勢 也是 方便很多行事 當然 澳門政府也不會坐下來不會做事的 肯定都會做事 但是 我覺得不能夠排除 你怎麼解決幾百多萬個古惑仔 沒有東西去做呢 其實有時候你真的挺失望的 你有沒有發現 除了西方國家之外 你任何地方自己管自己 民主政府也好 不是民主政府也好 就是搞得很壞 台灣其實一點也不算貪腐 台灣也很好的 跟這些地方相比 那些是很小事的 台灣的貪腐已經有制度化了 你起碼要做一些工程出來找黑貧賊 要做工程 已經很規範化了 沒錯 不可以這麼無法無天的 園區出來 困住人們買豬仔 差太遠了 所以你說台灣黑金 又是怎樣貪腐 哇 你真是開玩笑 台灣也比泰國好 泰國也是很貪的 華人地方 台灣也很成功 其實已經很成功了 相對已經很成功了 要比較的 但是 始終一個問題就是 出來走的人 吃了十幾年 賺錢賺了十幾年 賭權開放到現在 每個人都賺大錢 突然間 你告訴你 很難的 但是股客人沒有東西做就沒有東西做的 你不是也是想犯法的事情 但是犯法的事情是沒有的 你也要看看那個犯法的事情 給不給你做 大陸不給你賭 我也不覺得他會讓你變成犯罪中心 那就做詐騙吧 因為大陸自己本土也沒有嘛 他才要走去柬埔寨 澳門等於大陸本土而已 我又覺得應該不會的 不會讓他做的 餓死澳門的 黑社會也不讓你做的 這樣嗎 也有可能啊 不是開玩笑的 不過呢 黑社會始終他們也會想很多方法 可能有些 走法律啦 我想不到他們有甚麼生存空間 沒有法律啦 走在中共面前 法律立刻改給你的嘛 立刻改了法例 立刻抓吧 立刻通過國安法 抓回你7月份之前發生的事 然後說你從那時候開始一連串做下去 你看到香港是這樣的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澳門會變成一個情況就是他們只能夠出外發展 我覺得他會夾死他們為止 他是不讓你做就不讓你做的 也有可能啊 他從來都不考慮你生計的嘛 我要清零就清零 如果他們 就會尋求發展 澳門的黑幫 會瓦解他們 可能會再去一些再落後一點的地方 這幾個地方沒得做 所以我們早就告訴大家 其實會去東南亞穿草的那些 其實多數是有黑社會背景的人 我有解釋過有一天 有些聽眾問我們為甚麼會有人走過去 2019年抗爭有很多是有背景的嘛 包括我看過那部電影 因為愛所以革命裡面訪問了一個大叔 他也說明自己是黑社會背景的 是有很多這樣的人的 因為很多黑社會看不過眼 看不過眼黑警做的事嘛 黑社會比你更正義的 你知道嗎 多可恥 那麼當然啦 黑社會 不是只有一個人的嘛 黑社會有很多不同人的嘛 黑社會是一個群體來的嘛 有些人支持政府因為收錢是很正常的 所以黑社會也有愛港的 別叫愛港 愛港的人分不好 愛港的人是分不好 黑社會也是有正義的 或者有些叫做 過不了自己的關 有些人出來走歸走 可能沒有什麼做傷天害理的事 有很多的 那時候為甚麼有這麼多勇武份子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有一堆是有黑社會背景 勇武開的嘛 人家本身就是 沒所謂的 本身就是打開的嘛 所以 當時的對抗對於他們來說 反而是很輕鬆的 其實應該更容易了 那些敵人都是唐口和警察 本身就是唐口和警察 你跟唐口之間會出刀劈的嘛 當時也很少出刀劈的嘛 相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更輕鬆了 所以澳門的前景 我也覺得 其實怎樣對澳門人都很不利 因為中共不會鼓你生死 也不會鼓你生計 總之我沒有客人來的 你自己想好他 澳門要自己去想辦法 哪有辦法去想 現在大陸也搞不定 誰會幫你想起來呢 我覺得不會跟你想的 一向大陸的特色就是永遠都不跟你想的嘛 藍絲一直困藍絲 但是一直不幫他想 一直拿乾他 所以我們才說他吃藍絲人血饅頭就是這個意思 你看香港聽話罵了那麼久 有沒有通關給你呢 還有哄魔仔 哄你們大灣區賣樓轉頭全都沒有爛尾 你是韭菜 問題是那群愛國的人自己幻想 有那群反美的愛國官員 父母官 他們自己幻想出來 你就負責被人收割 其實你去幻想KK員對你很好 跟他沒有分別 他殺人是因為那個人不聽話 你也可以這樣幻想 你就自己飛過去吧 藍絲當然不理你啦 藍絲才會聰明 藍絲現在不是疑問啦 這節時間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